而韩江雪看着如今 总算与自己完全一心的大哥 十分感慨地说道 大哥 你是韩家嫡长子 韩家的未来全都在你身上 只要自己强大了 那些痴妹亡良 才不会有机会害人 你才能够真正地 保护你所想要保护的人 他没有急着将娘亲之死 可能也和刘诗有关的事情说出来 眼下大哥还没有真正成熟到 可以不动声色承受下这一切 并且他有很多东西没有弄明白 一切还是一步步来的比较好 日子还在继续 因为韩江雪不运不火地处理 刘诗对于赏花会那天的事情 倒也没有太过放在心上 只当是小孩子之间正常地闹情绪 闹矛盾生些嫌弃罢了 毕竟韩江雪向来脾气就这样子 这样的反应才算是正常的 而韩雅静依旧时常入宫嗜毒 回来之后偶尔的也还是会如以往一样 姐姐长姐姐短地过来找韩江雪 表面看上去如同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般 韩家家中一如既往的平静温馨 韩静如今学习愈发的刻苦 而离双世的时间 一愈来愈尽 只剩下短短的不过三日 这一日韩江雪特意让紫月去把清木叫到了自己院中 将一张提前写好的纸交给了清木 看过上头所写内容之后 清木疑惑不已 十一片刻却还是不解地问 韩江雪给他这些做什么 这些是今年文武的考试 韩江雪也没隐瞒 静止说道 最后这几天 你灵活把握一下方法与程度 让大哥提前有所接触 莫让他起一心便可 替大哥目前水平 今年文士只要能够拿到居中的成绩 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好了 太好的话 反倒只会害了他 说起来 他能够记住今年文士中诗文两大考题 倒还是一件极为巧合之事 因为今年提示内容 与他的名字有些关联 而文章则与他最为喜爱的骑射仪式有关 后来连父亲都拿此事打去过 当然印象也就格外的深刻 正因为如此 所以他才一开始便让大哥同时参加今年文士 如此一来 既可促进大哥更加发奋图强努力进取 同时也正好借此机会 一改众人对大哥的固有印象 居中的成绩是一个最好的结果 一则不会因为一下子太过突出 而造人怀疑 反倒惹来麻烦 同时 更容易让人相信 接受这样的成绩 的确是与大哥如今努力苦读有关 而这个分量的成绩 也可以更好地激励大哥 使其愈发自信 自强 听到这些 西木顿时明白了寒香雪的用意 也没有多问这些事题 从何而来 当下便点头印下 照做便是 因为他心中清楚 如今的大小姐 早就已经不再是 以前那个莽撞冲动的少女了 三天之后 宫中双室 终于正式拉开帷幕 一年一度的宫室 不仅仅是属于 这些年龄段 权贵少年的一场自我展示 同时 对京城贵女们来说 亦是如此 一大早 各家马车云集于 皇宫大门排队入宫 贵女们各个盛装前来 不仅仅只是 为自家兄弟助威 同时亦是年轻人 最为自由的 一场盛大聚会 寒香雪和寒静 同坐一辆马车 而韩雅静 则前几天过来玩的 两名刘家表妹 另坐一辆 进宫之后 众人都先往秦武殿方向而去 因为每年先比的 都是武士 武士结束之后 紧接而来的 便是文士 正因为如此 所以一般来说 没有特别大把握的人 都不会选择文武两世 一并参加 秦武殿外 大片空地 早就已经搭好了擂台 正中间 披红挂彩 大擂台 是留给最后 投名之争专用的 而大擂台一圈 围设四处擂台 和同时进行比试 妹妹今日打扮 着实素了一些 你看别人 都打扮得跟朵花似的 以你的长相 再仔细装扮一番 可是不会输给任何人的 韩静这会儿 显然极为放松 武士与他而言 没有任何可担心的 最多也就是 名字到底前几的问题 韩江雪笑道 今日可是你们男儿比试 又不是女子比美 为何必跟人 正这种长短呢 这么舒服 怎么来便是了 我要是那样 穿着打扮的话 就算你不觉得奇怪 我自己都会感觉 很奇怪呢 诶 这不是瞧你 这几个月来 文静多了吗 还以为这方面想法 也改了不少 却没想到 还是那个性子 韩静显然极为高兴 说起来 他真是更加喜欢 那个不喜拘束的妹子 如今见其外在 的确改变不少 但骨子里仍保留着那些 真正独属于自己的东西 当然是欢喜不已 行了 大哥赶紧过去 排队抽签吧 武士虽说是长相 但也不要轻敌 当心点 韩江雪街那边抽签处 已经开始抽签 便催促韩静先行过去 正式准备比试 韩静见状 也没有再耽误 朝着妹妹点了点头 先行过去了 这一会儿 擂台四周 已经围拢不少人 韩江雪抬眼四下 看了一拳 很快便发现了 不少张熟悉的面孔 韩雅静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和张婉如 圣孟玲等人 带到一起 说说笑笑 看上去 几人之间的关系 已经重归于好了 听紫月说 刘氏特意找到一盆 十分名贵的极品勺药 让韩雅静作为道歉之礼 送给张婉如 就连当天那些 一起围观过的贵女们 也都收到一份 各自喜欢 且颇为贵重的礼物 刘氏这一手 向来做得极好 为自己女儿扫清 不利影响 自然更是不遗余力 正想着 忽然身旁传来 一道熟悉不已的声音 韩江雪 这段时间怎么 都没见你出来玩呀 扭头一看 不是庄亲王府的李星明 还能是谁 我想着你今日 肯定会进宫的 所以特意赶早些 过来等你 这些日子 你可是让我好找呀 李星明说话间 已经走到了 韩江雪身边 与往日一见面 便水火不容的情形不同 今日的李星明 正顶着一脸讨好的笑容 也不知道 到底是哪根筋 打错地方 你找我做什么 韩江雪健壮 神情不冷不热 倒是极为平静 从容 脸好了 又想找我麻烦吗 李星明一听 顿时一脸委屈说道 哪里的事 咱们之间恩恩怨怨的 不早就了结了嘛 我哪里是那种 不讲信用的人呢 我找你可是有正经事啊 可你最近转了性子 成天窝家里不出来 要不是怕被你大哥打 我早想去你家里找你了 正经事 你还能有什么正经事 我看是有八九 是为了花满楼绿枝姑娘吧 韩江雪倒是笑起来 这李星明的脸皮 真是够厚的 不过对他来说 也的确算正经事了 嘿嘿 哎呦 韩江雪 你现在可是越来越聪明了啊 我这还没开口呢 你就猜到了 都快跟那个神蒜子一样的了 李星明满脸堆笑 是大师夸赞着 而后植入主题 马上又说 哎 你上次跟我说的 一点都没错 嘿嘿 那李之哑 当真是美若天仙 把京城哪些个成名头牌 不知甩出多少条大街去 哎 可是那个美人 对我不理不睬的 我想了好多办法 也没用 嘿嘿 你这么聪明 赶紧给我 这条明道帮我一把吧 哈 只要你能够帮我 收复美人心 我马上下大柱 押你大哥 应今日武士 替他柱位 怎么样 一听 果然是这一事 韩江雪再次笑了笑 不过 却没有急着回答 而是问道 都这个时候了 还来得及吗 那当然了 这么重要的事情 一般呢 得比试出轮之后 才完全截止下注的 李星明一脸兴奋地 替韩江雪介绍 你大哥也算是 武士投名后备人选 不过呢 还不算大热门 一会儿冲你面子 我替你大哥 热热场子 造造事 保管让他名气大涨 怎么样 那 你打算下多少 韩江雪笑咪咪咪地问着 脑中倒是突然有了一条 生财之道 这一时 他有花银子的地方可不少 而打听消息也好 找人什么的也罢 处处都需要银子 光靠那点月钱 哪里够用 那 你这用法子替我 收复美人心 李星明倒也不傻 马上眼镜一亮 伸出个巴掌 在韩江雪面前挥了回 不够 再加一半 韩江雪伸手比了比 最少得下一个 一千两银子嘛 几百两 哪里够玩啊 李星明原本觉得 扔个五百两冤枉钱 已经不错了 没想到韩江雪 竟然一下子翻了一番 心里头有些肉疼 不过一想到 绿枝那个大美人 自然而然的 也就无所谓了 嘿 好 一千两就一千两 若不是 最近手头有些紧 其实再多压一些 也无妨的 他分外豪迈地说着 挥钱之事 倒是痛快 边说边准备 招呼着身旁随从 让其赶紧回去 拿银子下注 等一下 这一千两 不要要我大哥赢 韩江雪立马说道 记住 要压宋将军家的小儿子 宋清盈 压宋清盈 为什么呀 那小子 盈率还没你大哥高呢 再说那小子跟你 有什么关系 李星明想不通 好端端的 韩江雪怎么会压外人呢 这不合理呢 让你压谁就压谁 拿那么多废话 反正一会儿 我将赢得美人心的法子 交给你不就成了 韩江雪果断吩咐 记住了 赢了的话 你三我七 不许私吞 否则 我照样有法子 让绿枝姑娘再也不理你 呃 那输了呢 李星明听到绿枝两个字 倒是老实了不少 输了就输了 你先前要我大哥 不也是打算将银子扔水里的吗 韩江雪白他眼 快 让人下注去 看到票根之后 我就叫你法子 一听 看见票根就叫法子 李星明立刻换了心髓 跑出工办事 算着时间 应该还来得及 只催人跑快一些 耽误了他的好事 非得把那个随从脑袋拧下来 当椅子做不可 没多大一会儿功夫 那边参加武士的人员 已经抽签完毕 比起文士来 人数少了不少 总共不过武士来人 毕竟不论成绩如何 士林贵公子们 必须选一样的话 武文弄墨 当然要比穿不了甲的 拳脚功夫 好糊弄一些 最少 丢脸的话 也不至于如此的 众目睽睽 这抽签 倒也有些讲究 主事者也考虑过了 强弱之分 所以并不会出现 第一轮就强强对上 被淘汰出局 这样的局面 而且武士不比文士 只取前十排名 余下都不会 再一直排名到底 首轮比试 很快开始 但因为精彩度不够 看点也没多少 所以围观之人 还不算太多 皇室成员 也都还没有露面 不过越到后头 看的人便会越来越多 最后一轮之际 就连皇帝都会 清零观看 首轮结束之际 韩静自然轻轻松松地 进入到下一轮 这一会儿 正一并晋级的人员 留在店内休息 倒是不必寒江雪操心 这一场下来 人数已经少了一半 而第二轮 同样还得直接淘汰掉 剩下的一半多 最后 只留十人 进入最后一轮 趁着第二场 还没开始的空档 观看诸位的公子贵女们 一在场边 早就准备好的休息处 坐下喝茶小修 兴致勃勃地 讨论着比赛情况 猜测 今年武士投名 将会是谁 李清明的亲随 总算是赶着点回来了 一千两 押宋青银的票据 也当场给韩江雪 检验过目 李清明自知不知道 宋青正是 今年武士杀出的黑马 也没有多在意 这千两银子输赢问题 直催韩江雪快教他 怎么收复美人心的法子 韩江雪 还没来得及支招 韩雅静确实和张宛如 圣梦灵几个人走过来 说说笑笑间 自然早就注意到了 一直待在一旁说话的 李清明和韩江雪 咦 亚静 我这是不是眼花了 什么时候你姐姐 竟然和李二公子 关系这般和睦了 圣梦灵带着奇怪笑意 一副大有问题的表情 难不成这就是 俗话说的欢喜冤家吗 众人不由地笑起来 看向韩江雪 与李清明的目光 自然变得怪怪的 如同抓到两个人 做什么坏事一般 李清明正急着 想知道韩江雪的好法子 这会儿不但被人打扰了 而且还被人当笑话说道 一时间可是来了火 起身便朝圣梦灵嚷道 你谁呀你 说什么呢你 不是小爷这会儿正忙着吗 那边凉快点待着去啊 惹祸小爷 女人照打 李清明哪是不知道 圣梦灵是西荣侯府的人 这会儿这般说 眼下执意自然是 没叫人给放在眼里 他平时自己摧魂 他哪里容得别人来魂他呢 物顶回去 到那随便什么人 都可以调侃的吗 圣梦灵自然知道 李清明是个什么样的魂人 听到这样子的话 当下脸色就拉黑下来 人虽稍微地 往张宛如的方向靠了靠 但嘴巴却还是 继续毒舌着说道 韩江雪 你可真有本事呀 什么人都能勾搭到一起 还到如今转性了 依我看 只是变本加厉 这里是皇宫 圣梦灵自是不担心 李清明真敢在这个地方 返魂出手打他 所以 这嘴巴是越说越毒 直接冲着韩江雪而去的 一旁的韩雅静 这回倒没说什么 反倒是张宛如 拉了拉圣梦灵 是一起少说两句的样子 李清明一听 并非是要帮韩江雪 出头之类的 只不过 圣梦灵那个臭女人 句句话都带着她一顶嘛 因此哪里可能不来火 哎哟 亲圣的 你还真是跟我嘴贱的啊 一过来就胡说八道个不停 当真是欠教训是不是 李清明晚秀 就让上前给那个臭女人两下 省得还真以为宫里头 她却不敢动手了 正梦里哪曾想到 李清明竟然真的这般胆大 上前却想打人 吓得连忙换人 清明住手 正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跑过来 一把拉住李清明 语气满是恼火 你这臭小子发疯 都发到宫里来了吗 还想在这儿打人不成 围观之人 越来越多 而此时拉住李清明的人 不是旁人 正是刚巧过来的世子 李清华 与李清华一并过来的 还有张浩成 莫里等人 众人看此情景 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何事 而圣梦灵 见自家哥哥圣云航 也过来了 立马便跑到哥哥身后 告起撞来 直到时李清明发了疯 帮着韩江雪欺负人 借在宫里头 想动手打人 若不是他们来了 这会儿只怕 真被这个疯子给打了 韩江雪也不是头一回 见这个西戎侯府的 小侯爷 圣云航了 说实话 这圣云航 长得颇为儒雅俊义 比起圣梦灵来说 明显好看不止一两成 所以对此人印象 他还是蛮深的 而且 纪念文师头名 也正好是着 西戎侯府的小侯爷 那时 可是风靡好长段时间 更是被人将他和张浩成 并称为 京城双少 迷倒了不知多少 带字贵重的少女 韩江雪 虽知道答案 不过圣云航 本就是头号热门 赔率太低 所以刚才 他也就没让李熙明 在文士这边 一则不如黑马送亲 那般可以挣大钱 二则若是文武投名 都被他猜中的话 难免容易惹人生疑 正当此刻 所有人的目光 都理所当然的集中在 圣云航兄妹 和李熙明之间时 韩江雪 却意外地发现 仍还有人腾出功夫 来打量他 不动声色地抬眼 朝那一道目光看过去 却发现 正是那内敛 而善于藏桌的 莫王府庶子 莫黎 见识此人 他都并不意外 很明显 莫黎有着 绝对幼于常人的 洞察力 以及独特的 眼界见解 不然的话 又怎么可能 在不久的将来 让皇帝都不得不对 其 赞必三尺呢 清理凡尺的 所谓的